這次《You First》這首歌其實是一首慢的抒情歌 其實大家可以在裡面聽到很不一樣的Jeremy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都好像欠一首慘情歌 我覺得它跟阿波羅有不同 因為阿波羅是那些很闊的、很大的慢歌 但這首是可能再編細緻一點的情歌 這首歌《You First》最主要是說 其實很多時候情侶分手或吵架 總會經歷一個短暫的分手這個階段 在這個短暫的分手 其實會發現原來我自己還是很愛對方 所以其實都很想再見到大家 大家就是在鬥哪一個才開始說那一句 我掛著你、我很想跟你分在一起 就是一個這樣的內容 其實這次的班底都是跟半、九和上年三首歌的班底一樣的 除了作曲是千通之外 因為千通是第一次合作 其實收到它demo的時候是十分之開心的 因為我覺得這首歌是十分之超級好聽 我也有一點點想過 為什麼千通要給這首歌給我 它也有一點點分享 其實它是看完我的舞台表演之後 就想到這首歌 就覺得這首歌很適合我 所以很感謝它 就是喜歡我的表演 還有寫這首歌給我 然後 填詞人的時候 其實一聽到這首歌 就覺得一定是周宇輝老師填的 因為好像這些感覺的歌 是很適合周宇輝老師去發揮 所以很不猶豫地跟卡叔說 我都想找尋尾輝老師去合作這首歌 那MV是說什麼呢 其實MV其實一開始好像有一點點很恐怖的感覺 好像很血腥 好像有些命案的感覺 但是其實是以一個這樣的 有一點點懸疑的感覺去帶給大家知道 其實那些都是一些過往發生的爭吵的畫面 其實那些可能只是一些硬料而已 因為在整個MV裡面 就是不停在回憶著我和女主角的快樂回憶 但是同時間現實的自己是不停在痛苦著 那為什麼會選去台灣拍MV呢 因為其實聽這一首歌 收到這首歌的時候是 那時候是 我猜應該是三四月的那段時間 接著是收到千童的demo 然後一聽的時候就很有覺得 這首歌很有台灣的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是覺得很適合拍一些 好像想見你這樣的劇情 是放在這首歌上 那後來就提議 不如試試去台灣拍一下吧 可能會有不同的感覺 因為其實自己都沒試過在自己的作品上 和台灣的導演合作 那所以就特意去了台灣拍這個MV了 你會不會哭嗎 所以我也會會覺得很適合 那你會不會哭嗎 你會不會哭嗎 然後就被解決到 在這首歌的中間 然後就去台灣拍檢查 你會不會哭嗎 然後就來 你會不會哭嗎 你會不會哭嗎